小勒高 搭了去 歡迎來到壞雪的勒高倉庫 紅旗轎車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都有不一般的意義 今天我們來看的就是森寶基睦出品的紅旗CA727車 大便是岔小勒高倉現在出雲來開放 Gather例子力 蘇智 大便是個陌生的一片 yen繩子女生的高窗 一次探討可能能夠發生那個階段 太到那邊 還有很多小勒高倉 大便是很多季寶基督出品 ожно分的原因 但是 燃氏 是不是很強小勒 雖然一直越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我们这一颗森保积木出品的红旗CA72汽车完成了 这辆红旗汽车的原型呢 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馆藏车 CA72 红旗CA72 它诞生于1959年 迄今已经60多年了 而看到这一辆红旗呢 满满的都是年代感 这一颗森保积木出的红旗CA72呢 也是北京汽车博物馆正版授权的产品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还原度到底如何 这一辆用积木做成的CA72红旗轿车呢 处处都是时代的烙印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笔直的线条 扇面状的格栅 圆形的大灯 这一切都跟那辆真的红旗CA72是一样的 这些经典的元素在这一辆森保积木搭建的红旗轿车上面 依旧是保留了下来 特别是引擎盖上这一抹红旗 这个是一个特殊开模的零件 确实也让坏血感到惊喜啊 而这个与车身分离独立的宽大保险杠呢 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轿车的一大特点 作为首长专车和礼宾车 这个轿车上面也搭配了旗杆 另外 前杠这边凸起的弹头呢 主要是起防撞作用的 但是这辆红旗呢 这个引擎舱盖是不能打开的 车头引擎舱盖这一块呢 是直接连起来一体的设计 所以这一盒积木座的红旗轿车 它的引擎舱盖是无法打开的 一点小遗憾啊 再来看车尾 车尾也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 车尾的这个大灯呢 是直立的宫灯状 左右各一个宫灯形状的尾灯 而后备箱盖上面的这个红旗标志呢 是来自毛主席为红旗杂志的封面题字 这个呢 也是目前所有红旗轿车都会在车尾保留的一个高识别度的符号 这一盒森宝积木呢 它的后备箱盖呢 是可以打开的 虽然打开的幅度不大 但是可以打开就行了 只不过打开之后呢 里边并没有什么内容 纸纹翠只是一个附加的小功能而已 红旗CA72的前翼子版上呢 这边也有标志性的红旗 当然 森宝积木的这边呢 用的是贴纸 这侧面呢 是三面红旗 这也可以看出 这一辆馆藏车呢 是1960年之后生产的红旗CA72 因为早期的红旗CA72呢 这边应该是五面红旗 代表着工农商学兵 而这个1960年之后改成了三面红旗呢 则代表了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这辆红旗CA72的开门方式呢 跟目前大家常见的轿车稍微有些不同 跟劳斯莱斯的那些开门方式会比较接近 它呢 是这样对开门的 这样对开 对开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里边两排座位了 前后各一排 这个座位打造呢 相对比较平直 看上去跟真的车的这个座位差距会比较大一点 来 再来看一下车前 那车前呢 一锡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方向盘 然后还有仪表台啊 中控台啊 一些细节 那这些细节呢 全部都是用贴纸来刻画的 虽然没有使用印刷件 但是用贴纸刻画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同时整车由于造型的原因呢 所以它车顶这边的加强件也是靠车厢里边的积木件来撑起来的 所以打开门之后 车里边会显得稍微有一些拥挤的感觉 额外说一下 这个车门如果你要以前以后来关的话 你会发觉好像有点不太好关 其实呢 这个车门要这样两边一起关 两边一起关的时候呢 还带有轻微的吸入感 手感棒棒的 总体而言 这一盒森保积木的红旗轿车 773片积木零件 很好的把红旗轿车一些经典元素给还原了出来 虽然整车在搭建上面使用了不少特殊开模的零件 有违规搭建的嫌疑 但是整车的气场够了 我相信很多积木玩家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些事情了 这一款北京汽车博物馆和森保合作的积木红旗CA72 通过拼装积木的方式还原了红旗轿车的配置 当然当中还使用了大量的电镀零件 这些零件质感都是挺棒的 这盒积木呢 快学也建议父母可以买给孩子们亲子一起来进行拼搭 在拼搭过程当中可以讲述红旗的故事 延续红旗的精神 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红旗的故事 强化品牌的理念 共同致敬经典车型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森保积木出品的红旗CI72轿车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